我就可以往下播放 欢迎大家来到尼格迪姆真理追寻会 我们今天我看我们今天的人不是太多 但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油管上做卢博 我们先请那个 Erik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他有一些特别的事项 有请Erik 好的 谢谢张长老师 现在我开始祷告 仁慈的至高的天父上帝 伟大的主耶稣 感谢您把我们各位弟兄姊妹 因着您的大能招聚到这个网络空间中 我深信我们在这个网络空间的交通中 必有您与我们同在 您会一直保守着我们 走您所指引的我们当行的道路 仁慈的主耶稣 也请您保守张谭老师 和各位弟兄姊妹的身体和平安 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 我知道唯有您指引的方向 才是正确的方向 而世人纷纷吵吵 唯有您才是永恒 那么在我们的前行的道路中 因着您的同在 我们才得以知道什么是永恒 同时因为我们的街友事工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八月份我们的街友事工会有一次 专门针对街友们传福音的奋心聚会 那么大概有二十多位街友 甚至其中有一些当过和尚的弟兄 那么因着您的大能和救温 会在这个过程中受洗归主 也请您保守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街友事工和这一次 专门针对街友分行聚会的平安 与顺利也请您保守 我们所有各位弟兄姊妹的平安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我们谢谢艾瑞克 那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家庭啊 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小的一个社会单位 也是我们的那个最小的一个福音单位 这个我们在那个 我和那个李传道呢 并不认识 但是呢 我在网上看见他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祭坛 他们的家庭祭坛 他们的家庭的侍奉 我就邀请他来和我们分享 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啊 家庭正在崩溃 而我们中国啊 又是一个中法制的国家 对家庭是比较看重的 那么怎么样建设这个福音家庭 怎么样以家庭为一个传福音的单位 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很有启发的案例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请李永奎传道 来给我们分享 有请李传道 好的 谢谢张档弟兄 谢谢您的邀请 弟兄姊妹平安 我呢 现在是在中国的长沙 最近呢 我们一家人又在开始一些旅行 那现在到达了长沙 我本来呢 是广东人 普通话呢 讲得也不是很好 感谢主的带领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以大家有一个分享 那我呢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庭 包括我自己 这是我 这个我是在之前呢 是在广州攀语 我们有自己的教会 后来呢 就被打压了 这是在我们教会的那个阳台上 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后呢 后来就是被这个政府来把我们洗地了 那这是我跟我的妻子 在我们的教会的门口 有一个渔堂 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环境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这是我们一家四口 我们这个是在藏区 这后面就是雪山 这是我们一家在旅行宣教的时候 在路上拍的比较好的一张照片 这也成为我们一家人 旅行宣教的一个主题照片 这是我们一家 我们一家有一个音乐的服饰 我们一家人呢 都会玩一些乐器 虽然不是专业的 但是呢 四个人都能玩 都能在家里面 我们就可以敬拜 弹琴唱歌 背诗吉他 我们都可以玩一玩 然后再介绍一下我的职业 我的职业呢 我是一个做雕塑的 在我们行内呢 就叫雕民 这就是我从16岁开始 我就开始从事这个雕塑的职业 这个也是我一直也就是我赖以谋生的一个职业 然后呢 我是16岁自学雕塑 33岁的时候呢 那年我姓祖 然后我就自己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和公司 这个就一直就是我的职业 这个就是我的雕塑的作品 这个是在山东的一个国旗里面 飞马 这个呢 是一个广州最大的一个狮子 三米八高 那个青铜 黄铜打造的 这个三米八点八 这个是中国比较讲究这个好意头 这个狮子呢 非常的威武 有点仿造 这个新加坡那个狮子 这个呢 是我雕塑的耶稣诞生记 就是真人的大小 这个是在欧洲的一个教堂 当时找我定做的一个一组雕塑 这是以前在我们的工厂比较乱 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好的地方拍照 但是显出它比较原生态 这个人物呢 都是我自己把它雕出来的 当时呢 工厂里面有一些师傅 他们也可以雕 但是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也很难抓出那种神态 所以这个呢 我当时晚上制作了好几个晚上 几个通宵 我做了十几天才把这个 这一组雕塑把它做出来 就是山王啊 那个耶稣夫啊 马利亚还有很多羊牛 还有些牛跟羊没有照进来 很庞大的一组雕塑 这就是我的雕塑作品 这就是我的绘画的作品 这是林摩 达芬奇的一个画作 很久了 然后这个呢 然后今天呢 再讲一讲这个就是 张坦大哥他把这个 简介的时候就讲到超金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我今天重点讲一下 这个超金整个过程 这就是刚开始抄的这个经文啊 开始抄的时候呢 比较幼稚一点啊 一直呢喜欢写书法 但是呢 毕竟我的职业是做雕塑 所以呢 书法呢 只是我一个业以爱好 那我在没有抄圣经之前呢 就抄了一些道德经啊 包括轮椅等等的一些 古文 那我抄圣经呢 并没有 说有特别的洗发 没有 然后呢 他指我开始抄圣经的时候 仅仅是因为跟朋友们 在饭桌上 然后说起这个 我超过这个道德经跟轮椅 然后我有朋友 一个不信主的朋友 他知道我信主的 他就跟我开玩笑 他说老李啊 你要那么厉害的话 你就抄一下圣经 他就这么一句话 他就其实有点挑衅的那个味道 就是你 你要是那么厉害的话 你抄一下圣经嘛 因为他觉得圣经那么透 可能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我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我就跟他讲 我说好吧 那我就去抄吧 我就阴着这样子在那里 因为我想跟他们传福音 他们就有点挑衅我 那我呢就把这个接下来了 那我说明天我就开始抄 所以很多一些事情 一开始它并不是那个我们要准备的很周全 甚至就是可能我们叫花下海口 吹下牛 吹了牛了之后 第二天我就开始买这种本子 这种就是一种书法特制的一种本子 宣纸来的 那我第二天我就开始了这么一个抄圣经的施工 是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是吹了牛了 然后就是把这个牛完成 然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几年来抄这个圣经 开始的时候真没想那么复杂 就是想抄完了跟他们传福音 抄完了一两年就可以把它抄完了 当时是这样想的 但是没想到他的那个任务那么的艰巨 所以我就接下来的好长时间 五年多 不管我是在哪里 当然更多时候在家里 但是我的工作的关系 我要经常出差 所以我就是为了保证每天能抄 每天走在路上 那我就会拿着这个本子 毛笔 这个笔墨 纸印 什么都拿着 坐飞机的时候也抄 这个坐火车的时候也抄 坐飞机 坐火车 利皮火车 高铁 那我都不间断的去做这个事情 那在我抄的过程当中 我又有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大环境的原因 我的工厂当时也很困难 所以我那时候我信主也没多久 那我在抄经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一些私心 我们讲是我很多私心 希望说抄完一卷书 上帝会祝福我 那个工厂啊 公司啊 能好转 这个就是有点 恩典福音的那种想法 那时候有点公益性 去做这种施工 当然这个时候生命是非常不成熟的 也就是因着各种的困难 困惑 因为有差不多六年时间嘛 这六年时间就足够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这个过程呢 我父亲因病也细事了 很多生活的一些烦恼 这过程呢 也包括我那时候 我的妻子还没有信主 他一直对我的一些信仰啊 各种东西都冷嘲热讽的 就是我抄经的时候 经常也会有一些阻拦 因为呢 加上比如说生意不好了 那我又在抄经 那我的妻子呢 就有很多一些怨源 然后包括我的家人 因为我当时我父亲也生病了 我的家人呢 经常讲我 哎呀 有事不去做 在家里面抄经 那实际上呢 那个时候也是你想做呢 也没什么事做啊 那个当时呢 人呢 他会 他会只看到一些 表面上的东西 所以呢 就很多阻拦 毕竟五年多时间啊 那个 具体的生活场景 也确实 给我们带了很多困惑 但是呢 在很多事情 不能顺利地进行的时候呢 那我仍然是可以 不断地去 在超圣经 在超圣经的过程当中 可以不断地思考 因为呢 比如说我们 在读圣经的时候 反正 我们读的时候 不一定有超圣经的时候 你必须 不能跳过去的那种 必须要非常 因为超圣经的过程当中 也会慢一点 用毛笔嘛 所以呢 就是 就更加细致地去思考 这个智力行间的一些 意思 也更加地深刻 所以呢 我的信仰的 整个过程 跟我在超圣经 有非常 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超的过程当中 必须很深刻地思考 我们具体的生活呀 信仰啊等等 还有工作 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就得以比较完全 相对完全的一种发展 这就是 不管是在哪儿 其实我就是给自己定了一个 给自己定了一个就是 时间 就每天就每天我得超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呢 每一周呢就超六天 也要休息一天 礼拜天或者 反正要休息一天 然后呢 我在火车上啊 就是经常出差 然后在火车上经常跟那些乘客 去传福音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乘客啊 看到我在超经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很好奇 就包括这些 这个列车长啊 乘务员啊等等 他们人生的 就包括列车长 他从来没有说看到 有人在火车上 去写毛笔字的 对他来讲 他也是很好奇 那所以这那些乘客 当然都是很多都很好奇 哎 怎么可以在火车上 写这么小的字 啊 然后呢 写的还不至于很差 刚开始我 我刚开始放的第一章啊 这个时候写的不是很好 不过呢 通过了好多年之后 这个毛笔字 没有声音 好 我看看 好 有了 有了哈 有了哈 好的 好的 我的这边的网络 可能又不太稳定 现在有吗 有 好的 好的 然后呢 在火车上啊 他跟这个乘务员 李克啊 就有 有一些 包括这个乘务员 这个列车长到现在 已经有 差不多七八年了 我跟他还有保持 非常好的联系 还有一些乘客呢 跟他传了一些福音 也很多人都也信了 也回教会了 通过五年多的 差不多六年的时间 然后就把整本圣经 就抄完了啊 这里就是 2019年5月1号啊 全部完了 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 就第一次 抄的第一篇 跟抄的最后一篇啊 这个字体呢 完全是两个人写的了 已经过了五年 十个月了 已经就完全不是 一个概念了 我们可以往回头 看看第一次是写的 第一次写的是这样啊 看起来就有点 焦嫩 也就是 不那么稳重 一些书法的一些格局啊 各方面都还是比较 处在不太成熟的一个阶段 当然写到最后呢 那就是不管是书法的笔锋啊 结构啊 包括这个稳定性啊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这个完全就是 就是五年时间 它其实也在见证着我个人的 信仰的成长 那 这里面呢 我在抄的过程当中呢 我分享一下这一过程当中 比如说 很多人就问我 你写错了怎么办 比如说你在抄金 那很多人都会说 你写错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看起来很平淡 但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比如说 我们总是 把我们所做的东西想象的 我要完美了 我才去做 就不允许自己出错 但是呢 因为我职业的缘故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对生活生命的体会 其实不是这样 那因为我们人本身是不完整的 那我们重要 很重要的是一种 你要开始 而不是要完美的在开始 因为呢 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调整你的方向 那我在 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呢 那这个毕竟抄金这个事情呢 我们不要把它偶像化 这毕竟是我做出来的 它只是我做出来一个事情 它只是很长时间做出来一个事情 我不能保证它 没有错 那如果抄错了怎么办呢 其实我很简单 我就把它抹掉 或者在书法章当中就点两点 就证明这个字就废掉了 那其实呢 这个只是不过是我写的一个 抄的一个经文 虽然说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能不允许它不犯错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到 能听到 能听到 你说 好的 那就是 我只不过在抄的时候 如果有错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划掉了 经常有出错了 然后呢 就继续划掉 往前走就可以了 所以我知道我们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 那我们不能避免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会很多生活的一些脚氧 会让我们没那么专注 我相信呢 这是我们是一个最深的缘故 我们不能四次都做得那么完美 但是我们要接纳我们的这个渺小和无知 那犯了错了 很简单 那就悔改 犯了错了 那就把它 神赦免了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 这个就是从这种小事当中呢 我们去思考我们在生活做事的一种态度 不是我们什么东西都完整了再去做 而是在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要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心态 然后继续往前走 那这个概念呢 应该适用在很多的事情当中 关键呢 关键呢 是做 然后呢 在我做事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有一个 就包括超级圣经 很多人就问我一个问题 你怎么能坚持得下来的 你怎么坚持那么长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其实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当我们知道这个选择呢 它一定对我的生命是有非常重大的 这个意义的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 都 不是很复杂的 就是说我们合乎神的旨意 我们就多做 尽力去做 那我觉得超圣经这个事情呢 是很多基督徒都想去尝试的 所以呢 既然如此 相信这个事情呢 一定会给我生命带来一些 非同一般的意义 而且我在超的过程当中 对我的书法的技能的提升 这个是没有其他方法更好的 那既然如此 我就没有理由去说 我不去坚持 就是凡是蒙神喜悦的事情 那我们一定要去做 那这个理念呢 其实也同样适用在别的一些选择上 那我们讲 我任何一个选择 如果是合乎神旨意的 那我就去做 坚持去做 所以呢 我们从一个小事 在小事上不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不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信仰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把它表达出来的 那就 有了这么一个选择的一个简单粗暴 明了的一个选择的方法 那我当然会能把这个事情做完 虽然说在过程当中 刚才也讲了 经历了 比如说我妻子没信的时候 她那个对我的一些脚咬 那跟大家说一个生活场景 比如说我在抄金的时候 我妻子呢 非常的看到我在那儿 就是一边抄金 一边戴着耳机 在听古典音乐 她就觉得 你工作那么不顺利了 怎么你还可以这么开心 你怎么可以还这么专注的 在做一些 就看不到实际意义的事情 那我的妻子呢 她可能也不好去说我 那我们在家庭最常见的 拿一个托把 然后在你的脚下 一脚抬起来 你这样子会给你很大的一些脚咬 反正口气反正不吃 就不是特别的好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我讲这么一个镜头呢 只不过是在表达 我经常会受到这样的脚咬 还有家人对我的一种 感觉你现在工厂经营的不太好 你怎么可以还在抄金呢 还在做这种事情呢 那这样的我就经常会受到这样的逼迫 那当然我信主呢 我的逼迫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广东人嘛 这拜偶像非常的严重 那我呢又在他们看来 我信主了信得走火入魔了 就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 你这个工作都不做了 迷上去抄金了 这是他们对我的一些 经常对我的一种解释 但这不是真实的 因为当时是很多工作 没有办法往前推进 所以呢 在这种环境当中就一直坚持下来 然后呢 抄完整本圣经之后 当然对我们的 就是 这过程当中 我妻子呢 看到我的坚持 包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呢 她也信主了 我这个是19年抄完的 我妻子呢 是在 我是13年开始抄的 15年的时候 我妻子就 就信主了 这跟我这个坚持几年 去抄这个圣经 也很大的关系 但是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呢 在抄圣经的过程当中 我妻子信主了 带着孩子 一起在教会里面 我以前是做 搞艺术的 我不会玩音乐 我们一家人都不会玩音乐 我们是 我妻子信主了之后 她15年信主 16年我们一家人到 教会的师班服事 然后呢 我们才开始去学 钢琴 吉他 鼓 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开始 学 跟一些老师学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折磨 一家人经常就弹琴打鼓 一家人就有一个伙伴了 所以我们 我们不是教我们的孩子 我们是跟我们的孩子 一起去学 这个 乐器的 这当然跟我抄金的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抄金的时候 很多人就知道这个事情 很多一些老师 也愿意教我们 19年抄完金之后呢 那这个事情呢 就开始有一些影响 那2020年的时候 疫情来了 那我们一家人跟别的家庭都一样 我们就困在家里面 哪里都不能去 然后呢 我们就每天在敬拜啊 通过直播啊 往外 就是发布我们的一些家庭的服事 也有很多人知道我们的 包括超圣经这个事 加上我们的家庭的服事 在全国各地呢 很多很多人就知道我们一家 那这样子的话 那很多人就邀请我们 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段时间放得比较松 鼓励旅游啊 就很多人 在全国各地很多人就邀请我们 出去去探访 然后呢 我们跟我的膝子商量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 一个路程啊 那我再回个头来再讲一讲 这个啊 超超经 一共超了200多支毛笔啊 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 184本啊 那种本子啊 就是历史五年十个月啊 这个就是一个数据啊 高度呢 堆积起来一米六高啊 这个就是整本圣经 这个是我首筹本的整本圣经 一米六高 好 这就是后来 我通过写字呢 就写超完经之后呢 我就 在经常很多弟兄姊妹就 帮我 就跟我买书法 挂在家里啊 挂在教会里 这个就是我写的书法了 就相对会比较沉稳一点了 这个就是主导文 这个 现在不单止传播过地 我的一些书法也卖到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包括非洲都有 非洲那边也有 也弟兄姊妹拿到那边去挂在 他们的教会 或者他们去 他们的家里 这就是主导文 这是我写的 英文的书法 好 我们就是 英哲超经 这事情很多人知道了 又包括疫情的时候 很多事情也做不了 然后呢 就 开始了一个 非常漫长的一个 旅行的宣教 我们一家人呢 就开着一辆面包车 比较破的面包车 现在更破了 这还在 后面呢 就装着电钢琴 鼓 吉他 还有背诗 乐队的四件套 我们都带上了 在车后面 做了一个架子 专门装乐器 衣服啊等等 就开始了 130多天的一个 旅行的宣教 这个背景呢 这个图片的背景呢 是 贵州的一个大山 我们 就 在路上 走在路上了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 就走在路上的信仰 然后呢 去了 十一个省 然后呢 这个是到达 贵州的一个 高速路上 这里为什么拍这个照片呢 这个因为背后 这个雕塑是我做的 这个雕塑是我设计 所以呢 我就带着我的析子来看我的雕塑作品 也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然后呢 这个是在 也是在贵州 贤林公园 这个呢 去探访一个姊妹 我们看的图片里面 这个姊妹呢 看到没有 她是一个残疾人 那个脸型呢 非常的丑陋 但她呢 其实背后很多故事的 我待会再讲一下 我们呢 就在 在这个公园 去传福音 我的孩子 跟这个姊妹的孩子 我们当天呢 在公园里面 发掉了 五百多张 这个传单 也很多人 跟我们连接 那我们就拿着 去那谷 到公园里面 去传福音 当时呢 管控的没那么严 那我就讲一下 这个姊妹的一些情况 这姊妹呢 她是被毁容的 我们看到她手指只有 两个手指加起来 只有三根的手指 两个手加起来 三根手指 脸型呢 这是第四 第四次 整容过后的结果 没整容之前呢 更丑 那她呢 是 她爸爸以前 是公安局的领导 然后呢 可能 办了冤案 还是什么 她就七岁的时候 被 被人家泼了硫酸 然后呢 脸上泼了硫酸 她拿手去抹 然后手指 也被烧伤了 三个手指 然后这个 我为什么要分享 这个姊妹的故事呢 就叫走在路上的信仰 不单只是 我的故事 我要讲一下 我们在互动当中的 一些故事 那这个姊妹呢 她 你看她弹其他 三个手指 弹其他 哎 弹得非常的好 你别看 所以我为什么 分享她的故事 就在讲 人啊 在不完全当中 去敬拜我们的神 那 我在讲她的故事 其实我在讲 我在抄金 整个过程当中 她有一些理念 是相通的 那有些东西呢 你看你去做不做 你要只要去做 你也有用你的方式 很卑微 渺小的一种方式 去敬拜神 那这个姊妹呢 她虽然说 只有三个手指 但是她可以把其他 不要说谈得很好 这个宣天条件在这 你说很好 这也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手指就只有一个 可以按旋的 在她的条件当中 她已经把它 已经做得很好了 她可以去 在外面去谈吉他 去传福音了 而且呢 也非 当然 很简单 一些旋律是谈得很好的 当然 谈不了复杂嘛 和弦最少 她是谈不了的 但是一些 单音的一些旋律啊 东西 还是 做得非常好 谈得非常好 那我在讲的事情呢 就是 就想 劝告一些弟兄姊妹 那很多事情 想做 又觉得 总是找到 很合适的理由 比如说 我这个 条件不允许啊 比如说我们在 弹吉他的时候 我们经常讲 我这个手指比较 比较粗 弹钢琴 或者弹吉他 我手指比较粗 或者我这个 比较硬 弹不了 你看这个时候 就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找理由 而不是真实的情况 因为有些人 只有一个手指都能弹 你十个手指还不能弹的话 那就说不过去 我刚才讲 我们一家人都是 我到四十岁 才开始学音业的 我们 我的妻子 比我大两岁 她四十二岁 那后来我们一家人 还是可以用这个 组成一个业队 去敬拜神 这个呢 也是因为 这个我们有愿意去服事的心 那我讲这个故事 目的就是说我们 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听到了 那你想做什么事情呢 你要去做 不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做 因为呢 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来的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是积攒出来的 想做的事情很多 能做的事情很少 想做的事情不去做 然后再等待机会去做 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 就慢慢地出现 很多问题都是因为 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 能做的事情太少 愿意开始的人更少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的理由 刚才所讲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凡是合乎神旨意的 又刚好你有时间 那你就去行动 你就去做就可以了 不要想那么多 也不要怕自己犯错 也不要怕自己做不好 这个东西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因为我们很有限 我们更多神是看我们 你要不要去做 你愿不愿意做 而不是你要做的有多好 一定要记住 你如果神给你的恩赐 不断地是给你恩赐 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尽力尽心尽力 尽意去做就可以了 那相信神就会不断地 给我们添加更多的恩赐 让我们在一些事工 各种东西能做得更好 那关键是我们要开始 一定要记住 在座的弟兄姊妹 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 开始很重要 开始很重要 一个很粗糙的 一个很粗糙的一个开始 都比你在做一些很精美的准备 更重要 因为你只要一做 很多事情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非常的渺小 和无知 所以不要想得太完美 然后我都说我超级的时候 我是吹牛吹出来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轰轰烈烈的 浩浩荡荡地来 我们就刚才看这个姊妹 她就是这么 就用她这个长旗的只有三个手指 然后去弹其他 在街上去传福音 然后包括一些城管看到她 都不怎么去管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条件这样 她的精神已经足够去感动很多人了 所以我特意把她的故事拿来跟大家分享 就希望在座弟兄姊妹 能通过我们的一些把信仰行出来的人 来去作为我们生命寻走的一个榜样 让我们不要去找过多的理由 来给自己一个很完美的理由 让自己不开始去做事 这个姊妹在贵阳 大姊妹 我们有非常好的连接 我们跟她的丈夫有非常好的连接 现在仍然有经常彼此服事 这个是我们在贵阳玄林山 在很多猴子 这些公园非常的漂亮 很多野生的猴子 那我们就在那里传福音 这是我的孩子跟她女儿 小女儿两个小孩在那发传单 这从小就操练他们 然后我们走了 这个我们走了十一个省 那个非常 开这个开那个面包车 在路上坏了十几次 而在路上坏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传福音 那然后呢 再经过高山雪地 经历了很多危险 我们也到了这个无人区 这个没有人 然后我们这个车开进来的时候 就把这个那个警察就把这个山给封了 所以呢我们走在路上连后面的车都没有啊 非常危险 但是呢我们看起来我们还是非常喜乐 我们也在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看到我们我们的家 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这个也后来也跟这些教会都有也非常好的一些连接 包括呢这个我们在讲这个这个教会吧 就是把它放在我的这个PPT里面啊 也想讲一下这边的这个这个教会的故事啊 这个这个教会呢是由这个啊右边这个啊 王牧师王牧师创立的 王牧师呢 他以前是一个煤炭工人 他的女儿呢得了癌症 在在医院做最后的治疗的时候 他在陪伴他的女儿 有基督徒呢跟他的女儿传了福音 也跟他传了福音 后来他女儿就也得了癌症 就不在人世了 这个王牧师呢 当时就非常的痛苦 他女儿呢在病的时候就信了主 然后呢王牧师呢 他当时说什么都不信 他女儿在临死之前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你要信耶稣 这样子我们以后才能在天堂相见 王牧师呢听了 在他女儿临死之前呢 答应了他的女儿 他要信基督 然后呢他的女儿死了之后 那他有几个月就是卧床不起 伤心过度 然后后来过了两个多月吧 他就爬起来去找教会 他就凭一己之力就在他的老家 开始传道 建立了这个教会非常的大 现在他们的教会已经有两三百人了 但是呢很遗憾 我们到了这个王牧师他的教会 半年之后他自己也得了癌症 然后呢又医治了半年 他也过世了 在因为我的我们一家人参访 我跟他们的教会的一些同工 都已建立非常好的一些连接 在王牧师过世之后呢 我们我又给他写了他们教会的一些文章 然后传国各地很多教会 都对他们教会有一些帮助 我们呢也给他一些财物 这个所以呢我们在看一个人的信仰 不管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检险 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括在中国这种 对宗教信仰逼迫很厉害的 那仍然也是可以做很美的事工 王牧师呢 他凭着一个人在 当然上帝赐给他的一些力量 在家里面就建立了 这么大的教会造就了非常多的人 那我也为他们教会 为王牧师呢写了一篇文章 叫点亮的十字架 然后就很多人就 就知道他们的教会 我这个为什么叫点亮的十字架呢 这个名字啊 它也是有来源的 当时我在经过他们教会的旁边 然后呢看到一个十字架 然后我们去寻找这个教会 刚好在差不多是圣诞节的时候 他们教会的这个霓虹灯 这个十字架坏掉了 没有人会修 王牧师呢看我是比较年轻 我又说我以前做过这些雕塑的工程 他突然想起来 你能不能帮我修好这个十字架 然后我就就帮他把这个十字架修好了 我们很高兴 所以呢我这篇文章写的名字叫点亮的十字架 那同时呢也在讲这个王牧师 在他那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小山窝里面 点亮了这个十字架 照亮了很多人 这个是这样的意表 这个呢我们在我讲这个故事当中也就是说 王牧师呢他是活出来了 他的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样式 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 这些都是我们属灵上的一些榜样 但是呢王牧师现在已经回了天家 那我们跟他的教会还有很多一些连接 希望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还是可以去他们那里探访 那在线上的弟兄姊妹 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找我 我们一起去探访 好我们在路上 这个漫长的礼行宣教当中呢 我就带了25个人信主 有父子的 有一些单身家庭呢 还有右下角 左下角的一个工程师 那是在成都 就是成都航空的一个工程师 一个非常顽固分子 我去了之后我就跟他传信 他也信了 右下角这里呢 是一些网友都不信主的 这一桌人后来都跟我们信主了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回教会 就有一些服事了 然后呢 我再讲中间这个 下面中间下面一个修车点这个地方 这个很奇妙 我的车坏掉了 然后呢 去找了一个修车点 去跟我修车 那修车点呢 这个因为配件不齐权 就我在那里待了 我在修车点呢 待了有三四天 然后就跟他修车点 那些修车的师傅 传了福音 有几个人都信了 那现在这个修车点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机会点了 这个是我们修车 也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机会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 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趟旅行 这趟旅行呢 当然对我们一家的这个 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啊 家庭的合一啊 孩子的教育啊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看到这个修车厂 现在变成 网络不稳定 请问有听到吗 有听到吗 张力兄 听到了 可以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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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继续讲 然后呢 我呢 就把整个 整个里程 那我就写了 一本书 我当时呢 我 我再讲一下我这个里程 我这个里程呢 有一百 一万多公里 十一个省 去了很多偏僻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是开车 开了几个小时 没信号的 那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 也近期跟他们传福音 因为我刚才讲了 我写文章 写书法 超经 很多人知道我 包括一些不信主的人 都知道我 那很多人邀请我去 跟他讲一下福音 那我们再看 上面中间 这个一堆父子 他们就在贵州 一个很偏僻的山区里面 然后我去跟他们 传福音 两父子都信了 非常美妙 所以呢 当时我的戏子 这么偏僻 敢不敢去啊 开山路 都要开三个的小时 但是我们还是 平静静就去了 那就 就他们 后来都信了主 那我在讲呢 我们整个 的旅程当中 当时呢 因为我本来生意当时是处在溃败的这个阶段 然后呢 我呢 我的灵命还不太好的时候呢 我为了经营我的能让我的工厂公司能顺利的那个开展一些参产的工作呢 我又贷了款 后来呢 也就 我这贷款呢 又变成了这个一些负资产 所以呢 我在旅行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一分钱了 那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全部的身家只有一千多块钱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做这就开始旅行 当时我的妻子很焦虑 哎呦 一千多块钱 你说你要去那么多地方 然后怎么请 可能还没有输到广东省 就可能就没有费用了 但是我跟他讲 我们不相信自己 当时我们相信上帝 然后就拿着一千多块钱 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这漫长的旅行 然后呢 一路上我们是靠什么来生活呢 然后就靠我卖书法 这里我没有把一些照片发出来 我在公园 或者在路上 或者在网络上 我就不断的卖书法 还有一个是写文章 那我就通过写文章 就是文章有打赏的嘛 我就通过卖书法跟写文章 来获得我一百多天的这个里程的费用 非常奇妙的一个见证 我们就要讲无丙乐仪的见证 那我们去的时候拿着一千多块钱 当然一千多块钱 对这么漫长的旅行 它根本就不叫钱 后来有一些网友 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 就是他们给我打的广告 叫林园游中国 林园宣教 当然有一千多块钱 那不可能没钱 开始就要加油了 对吧 然后就一千多块钱出发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呢 感谢神啊 我们的账目上已经有差不多两万块钱了 就除开我们路上所花用的 还有我们在路上 我们奉献了八万多块钱出去 我们一路上奉献 然后呢帮助人 我们都记录下来 包括刚才给那个王牧师他们的教会 我们奉献了三万多块钱 所以我们一路上奉献了八万多块钱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 还有两万多块钱 然后我们就是拿着一千多块钱就出发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无饼二鱼的故事 非常非常的美妙 那我再分享这个 大家弟兄姊妹 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环境的时候 不要灰心 就要走在信仰的路上 教你去行动起来 教我们真真实实的去服事 我们能承受的恩典 一定超过我们所思所想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今天 谢谢张亚弟兄 来邀请我来做这个见证 那我继续在讲 我写了一些文章 在路上写了很多文章 然后呢 就包括刚才讲的点亮的十字架 在中国的网络就被封了 这阅读才是两千多人 不多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篇文章是 虚与实 这是在甘肃写的一篇文章 就有十万家 其实不止十万家了 它是在网络上只要超过十万 它就十万家 其实我自己看的 就有二十多万人来看的这篇文章 所以当时呢 你看我就通过这样的文章 来获得一些打赏的费用 让我呢 能走完整个的路程 然后呢 我这些文章呢 后来有一些编辑 就是一些出版社的编辑 他看到我这写的还不错 挺好 也很真实 我在通过写作的过程当中呢 也操练了我写作的这个文笔 当然我在国内现在读者不少 在国外也很多读者的 只要你 如果你有那个微信公众号 你也可以输入德鱼书院 德鱼 德人如德鱼的德鱼书院 你就可以看到我很多文章 这里面就 这些文章在那个公众号里面就有 只要你有微信公众号 你就可以输入德鱼书院 就可以找到我的一些文章来看 还是挺好看的 很多人又看得又笑又哭 我相信他有感人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这个又出版了我的一些书 但是呢 在国内呢 现在因为一些宗教信仰的很难出版 我现在还在修改 在准备 在把这几本书呢 全部把它出完 好的 那因此时间的关系呢 我也不能讲太长时间了 那留一点时间 如果说有弟兄姊妹 有什么问题 问我的也可以 我不知道张坦弟兄 这个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如果有一些人有问题 也可以问我 谢谢 我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好 谢谢 谢谢永克传导 真是那个信心之旅 你这个是我把 我从来啊 我把人啊 分成三个三种人 我教的只有三种人 要不是 有见识的学者 有见证的行者 和有爱 有爱心的牧者 哎呀 这个行者啊 是我最佩服最佩服的人 你这个 你这活出信仰 你这就是活出的信仰 而且每一次你的那个 你一千块钱 出门去 哎最后 得人如得鱼 啊 包括你的太太 哎 这个这个姊妹 都是因为你 抄写圣经 我我可以 我可以这么说 我 我的书法肯定比你写得好 哎 但是呢 对了 感谢主 哎我没有 我就没有 敢下个那个来 抄写圣经 这样吧 你今天你这个也激励我 我们这个 这个 如果说我们 在我的这个频道里边的这些 经常的这些那个 听众 如果有需要的 嗯 大家给我留一个那个 那个我 我送大家一幅那个 呃书法 好 那个 嗯 好 现在呢 我们把时间开放给 呃 大家有什么 可以和那个 呃 李传道 交流的 哎 李传道 李老师 您刚才说到了 您那个是一千 哎 李老师 您刚才说到了 您是一千块钱的 呃 只带了一千块钱 开这个破面包车 就带着您的一家 三口 去旅行宣教 四口 然后呢 包括您自己是一家四口 呃 一家四口 然后呢 呃 然后奉献了八万多块钱 然后 呃 回来回到家里呢 还有 还有 还有结余了两万多块钱 那这个 这个一路上的收入 是从哪里来的呢 谢谢 就刚才讲 就是写文章 有打赏 还有卖书法 啊 这个主要是这两块嘛 因为我写文章 当时 很多人给我这个文章 有个打赏功能 啊 他能给我打赏 还有呢 我就不断的在 比如说在路上 我就把它写的时候 我就录制下来 那有一些人呢 看到了 他就会 买我的书法 就一个就卖书法 一个就写文章 打赏 只要是这两块 哦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好 李传道 你以前在广州是吧 我现在 我是广东人 但是 对 我现在在长沙 对 你现在在长沙 那么 很长时间 你在广州 是不是 对 我在广州 你在广州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十多年 在香港的陪基教育机构 持续不断的办 这个基要生活讲座 那么在广州 有很多人都去参加 我不知道你当时 有没有跟 有一起去过香港 我在香港 我有经常去香港 嗯 好 这个课程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是吧 我听说过这个课程 好好 好 对 是 那个 我觉得这个 你今天讲的内容 真的是 让我们看到 上帝是有争有活的 好 我们 对 就是 在困境中 好 这个 什么方 什么的 对的事 我们都可做 好 那我觉得 你很有创意啊 感谢主 都能被用出来 而且你到哪里 得时不得时 都传福音 对 这个是一直的作风 那你看 这个 有很多地方 可能 根本 很难有 在那里可以传福音 像这个王牧师 能够信主 女儿信了主 你 他 爸爸也信主 或者做传道 开拓教会 哇 好 那 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影响那么多人 是的 是的 所以我想他女儿也真的有智慧 爸爸 以后我们还能相见 你一定要信耶稣 这样一个劝告 一定是对的事 他信了之后 他觉得是真实实实 是他信对了 然后他的生命改变 影响很多人 所以我想 今天你分享的东西 让我感觉到 能够在中国好好地传福音 在这样的一个 你在广州的教会 都被打压 需要关掉 那么就像斐利 当初在 这个 初级教会 他到处去 去生玛利亚哥地 去传福音 那你今天 走在他的路上 同样的 你到歌地去传 这个 宣扬福音 能够让很多人蒙福 那我觉得 这个 是一个 一条对的路 我们不怕 打压 我们不怕 有一些路 有一些 有一些门关了 但是有一些门可以打开 那持续的寻找 打开的门 那么不想到人 像你的夫人姓主 两个孩子姓主 那你们有没有用在家自学的方法训练你的孩子 有的 我们的孩子之前就是在家教育的 所以我们才能走得开 我们就有个一套很好的在家自学的教材 就叫智慧真本 太好了 就是完全是圣经的真理教育的核心 什么科目都跟圣经的真理做连结 那么核心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能够转变成54本的智慧真本 那么着重是智慧 培养好品格等等 我想很多的问题 今天特别是很像你这样的年龄的孩子 今天在很多的中国家庭中 很高的比例都手机成瘾 因为你一家一起生活 你四个人彼此帮忙帮助 不至于被手机绑住 而能够用它做一个工具 所以你们的孩子因为要愿意爱主 敬畏主 服侍主 所以主给他们恩典 所以你们的榜样可以帮助很多家庭 就是父母亲要知道孩子的情形如何 然后有家规 大家一起做正确的决定 而不至于灾祸临到自己的家庭 是的 所以万事都富下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处 所以高科技的东西 有它的功能 但是都有它的害处 所以目标是培养孩子敬畏上帝 这个是目标 如果更多的家长看到这件事 那问题就会变成祝福 是的 所以很感谢你 李传道是吧 对对对 陈牧师是吗 陈牧师是一个基督教内的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 叫培基文化的主席 培基文教基金会 在台湾是吗 在台湾是吗 对对对 好 感谢师傅 哈哈哈哈 好 Eric Eric 你说 嗯 哦 那个陈老师 呃 说完了是吧 嗯 那我就说 请Eric 真的 好的 谢谢 呃 今年下半年晚些时候 也有过计划去到 鹿江 蓝苍江 独龙江那边 就是那些少数民族聚集区 呃 去做一次旅行宣教 那我估计你也有过这种计划 或者方向去那边去做旅行宣教 因为那边是 就是呃 很多属灵的前妹都在那边呃 做过辛勤的事工 呃 所以我想听一下您的建议 谢谢 呃 我其实去过那边 鹿江 我也很多一些 就是一些弟兄姊妹 呃 他们邀请过我去过 我呢 因为我写文章嘛 其实还是很多人知道我的 那鹿江啊 那南山江那边我都去过 如果你下次去的话 呃 我可以接 推荐一些弟兄姊妹招待你啊 然后呢 那边有很多一些西方圈教室留下来的足迹啊 但是现在那边呢 得到牧养的呃 很少 那些弟兄姊妹呢 很需要呃 外面能带一些新鲜的呃 一些嗯 教教育进来 现在那边呢 就是说呃 他的一些理论上的嗯 得到理论上的这种教养是很少的 但那边呢 那边的基本上就是说 属灵的牧养是比较少 但是敬拜很好 如果你下次你去的话 我就可以推荐一些牧师跟一些呃 同工给你认识 都非常热情 非常好的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啊 你你就到时候你要细着告诉我就可以了啊 嗯 好的 谢谢我当那边 呃 其实都不用 没有那么麻烦 如果说你是 境外的 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啊 你如果是你是中国的国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你去那边的话 其实云南它也不是特别的冷 特别怒江那个峡谷啊 那边都不是很冷 云南本身就不是很冷的地方来的啊 那你就说 当然呃 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 你还是要准备一些衣服啊 也不是很冷 那那其他要准备的话 其实就跟你出一个 出远门没有什么差别了啊 不用准备什么 你要去那边的话 比如说呃 如果 但如果说你有一些钱财啊 但有一些那些 呃 那边也很多那些困难的家庭 但我们去的话 有时候会买一些饼干啊 带一些衣服啊 呃 会过去啊 但是呢 这现在其实这种 都不是很匮乏了 更多是圣经的牧养啊 教养是比较匮乏那边啊 物质上也不至于很匮乏 嗯 好的 弟兄 嗯 好的谢谢 嗯 还有 还有哪一位要和李传道 沟通交流 提问 哎 哎 李传道 李老师 哎 哎 哎 李传道李老师 哎 李传道李老师 您那个现在在长沙 那有没有这个拜访 潮山强牧师啊 潮山强牧师啊 潮山强牧师我没去拜访 我没有 哦 我刚才把那个潮山强牧师的这个 这住的房间里面呢 写在这个 写在这个聊天框里去了 如果您有期有 有时间可以拜访一下他啊 哦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我呢 因为今天下午我要去武汉 啊 我是 胡金 长沙 然后跟这边我们一个 呃 那个 月影弟兄啊 也是一个 我们组内的一个作家 啊 一个 呃 文化宣教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弟兄 我们今天在一起吃饭 然后吃完饭 我就要去武汉了 嗯 所以呢 我就今天就不再长沙 呃 逗留了 啊 谢谢主 哦 谢谢 好的 嗯 好的 哎 永辉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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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是 我今天又听了你这个分享 我真的很感动啊 真的 我就是前面 我真是在想啊 就是我们聊过 就是说 你看我就是像圣诞节啊 复活节 这种真是想邀请你来 来带他们这种艺术的盈会啊 因为澳洲是这种情况 你就知道 真的是 特别是这些青少年 心理问题非常大 然后你传福音给他们呢 你用传统的方式很困难 我觉得就是你这种用用你的这个雕塑 书法音乐 用这些东西 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是 其实我们教会里有很多的很多的人呢 都是因为是在教会就是被这种诗歌感动啊 或者说我上次跟你提过就是他们有这个呃有参加就是就是台湾一个他们做那个做那个心理的啊 台湾那个威力神学院他们做这个心理咨询的啊通过那个他们信誉的啊 我觉得哎呀真挺好的 我们看看我我今天我听你说啊你对那个对好像东南亚呀或者其他有些地方啊那些很熟嘛 我是想着呃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聊到那边去 因为我们教会也有支持像啊东南亚那边的宣教啊 特别是有一些像像是回教的国家啊 除了菲律宾是是是是比较天主教的啊 其他有一些就好像马来西亚啊 那些都是属于回教的国家 然后去年我们也有到以色列那个巴勒斯坦啊那边去 那边也是就是就是回教的比较多嘛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像就感觉就是说艺术 跟他们是相通的有时候就是说非常困难啊就是跟他们去去交流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 对就是艺术还是因为艺术可以有时候不用不用语言啊 可以上但雕塑 Vancouver話会书法那还是要数法还是要语言啊 嗯对呃 唉邀请你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圣诞节时候来啊 因为澳洲实际上就是这几年你知道啊 前面有三年那个Covid-19 Covid-19很严重 就是一下子三年 你像我在墨尔本是全世界西方国家封城最长的城市 封城了几次好像九次 所以很多孩子们都是 眷在家里面 心理问题特别大 现在当然是都解封没有问题 但是很多孩子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政府也拨了很多的钱 人来做这些心理咨询的工作 我觉得都没有用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用这种艺术的方式 特别你有心理辅导的经验结合起来 起码对澳洲这些华人我觉得真是个福音 这个修身带领 因为这些年我都是在做心理咨询包括叫艺术疗愈 艺术疗愈 对艺术疗愈 艺术疗愈 对 因为时间的关键我也不能讲太多 有机会 所以 对有机会专门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有机会专门 能不能搞一次这个Zoom的 讲一讲这个艺术疗愈的主题 可以的 这个没问题的 因为这些年我都在做这个艺术疗愈的这个时空 艺术疗愈 你要吗 没问题 下次我们再往时间 艺术疗愈 现在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艺术疗愈的 好 那我们可以 谢谢我们的弟兄 艺术疗愈呢 就是比如说我在中国 有很多孩子呢 就是得到一些启发了 我们再讲 有心理疾病的人 首先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行动力变弱了 对吧 就是心里有问题的人 他一个表证就是行动力会变得比较弱 为什么这样 其实呢 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行动力越弱 他就进入另外一个恶性的循环 越不做事心理问题越多 然后呢 心理问题越多呢 又越不愿意做事 这个就是恶性的循环 那我在讲这个艺术疗愈呢 无非就是 重新搭建他的一个系统 把他过去的一些系统 推掉他 然后重新搭建 比如说我在做这个雕塑 做雕塑 那我会让他 让他给一个 比如说我给他一个 一个东西 给他 比如说我给他一个雕塑来 一个比如说 熊啊 或者狗啊 给他一个小东西 给他这么大概十多公分 一个东西给他去操作 让他去雕塑出来 那我就告诉他 你这个雕塑好与不好没有关系 我一直在强调好与不好没有关系 你做或者不做 这个问题很大 所以呢 我们就有些孩子 我让他你就做这个事情 我先告诉你这个 你尽可能做好 但是好不好没有关系 有些孩子呢 就开始去做了 基本上呢 因为人有重重心理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 集体的课程 集体课程 那因为人有重重的心理 只要有大部分人的在做 就基本上 有一些开始慢 不想行动的人 他慢慢也会动起来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有方法 让他动起来 让他动起来很重要 那通过他在动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 有一些 有一些人为什么 做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先做头 有些人先做手 先做脚 先做哪一些 后坐哪一些 都是跟一个人 他过去的一些 经验有关 跟他过去的一些 思维的模式有关 有些人 他迟迟不敢做眼睛 因为他可能就不敢看见 有些人迟迟不敢做嘴巴 他就经常不敢说话 这个我们发现 他就有这样的特征 有些人就把身体 都做得很好了 头不敢做 因为他不敢思考 有一些人呢 他做完了身体 他手脚 一直都不敢做 因为他 有时候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我们从他所做的过程当中 就了解他过去的一些生活的轨迹 思维的轨迹 比如说 通过跟他对话当中呢 让他去进行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他最终呢 他会通过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他战胜了他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困惑 最终他是完完整整的完成一个 雕塑的作品 这个作品呢 有眼睛 有耳朵 有鼻子 有嘴巴 有手 有脚 各方面 他都是完完整整的把它表达出来 你看 我们现在要一个叫完整性 不是你好也不好 每个人天赋不一样 到最终呢 其实很多人都能把这个作品完成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当时做这个就是 这个就类似什么呢 类似我们心理疗异当中 叫沙盘游戏 那我们这个已经超出 他这个沙盘游戏很多了 因为这个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作品 是他自己推倒重来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艺术疗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推倒重来 有问题的人一定是积攒了很多一些垃圾的一些情绪 垃圾的一些过去的心理 一些历史上给他带来了现在这么一种症状 所以我们要把他过去的很多东西表明出来 表达出来 然后呢给重建一个完整的系统 这个是我们的一种理念 这个就是雕塑的 我在讲一些书法的 张涵老师呢 他是书法很厉害的 但我这个讲是一种疗愈 这个呢 比如说书法可以看得自如其人 从写书法当中 我们看到线条比较细的比较软的 还有线条比较粗的 写字比较大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心理的走向 每个人他有过去生活的轨迹 思考的轨迹 那我们通过看到他的表达出来的东西 然后把他的问题指出来 然后重新让他来去更好地去表达 他后面的一些书写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书法疗愈的过程当中 我是整个从他不会写也好 从他开始写到最后 我让他装表起来 然后我们告诉他怎么 没有声音 现在有没有 有 有了 那我们就在讲这个艺术疗愈 无非就是把它过去整结 它过去的轨迹 然后我们再把它指出来 然后就是重新搭建一个系统 这个就是我们的艺术疗愈的根本的逻辑 底层的逻辑 当然里面很多细节 很多细致 那以后我们专门找一个时间来专门讲的事情 但大概的逻辑是这样子 然后总结 然后推导重来这么一个过程 好的 我暂时就回答在这里 张大老师 很有价值 那个立白家举手的立白家请说 好的 感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也是偶然的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今天给我的冲击很大 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我现在心里的状态 我想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在家教育 好像刚才那位陈宝国长辈吧 就说我现在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都父母非常的焦虑 我们现在也有很有限的资源 也不够 就是说这个陈宝国长辈 你们那边有没有 好像听是很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 可否把 没有声音了 立白家 现在没有 你的声音听不到 当时讲到用这个艺术和这个来疗愈年轻人 我身边现在也有 有一个是 他的父亲是宣教士 在中国四多年 当然是用经营这个工厂服装行业 但是这个孩子现在是29岁了 这个孩子就是说 就是说心理上有很严重的一些抑郁 甚至可以说就是精神上已经非常的 已经非常的问题很严重 甚至这孩子呢自己 当然他自己也知道 用药以前用药物来 能够化解他的这个每天的这种情绪 甚至呢他去了神学院读了一年的学习 想停药停了一年 但是现在来看效果确实的不理想 甚至现在他已经跟父母失去了联系 跟家里就不联系 也可以说这有点这样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 也一直在祷告 就是现在我们这边 就是问题的孩子 或者说现在小孩子希望 就是要有家庭教育 因为都是基督徒嘛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健全的这个机构 来能够来收纳一些这样的孩子 哪怕是在那边我们提供这个教育经费也可以 肯定是要有的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这些年轻人 心理问题的年轻人 怎么能这个我们这个李老师 他在湖南长沙那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工作间 来组织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 这样的一个疗愈 这样年轻人的这样一个组内的这种这个条例 他们的身心灵吧 我就想提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小孩子 一个是大孩子出现问题的 还有一个最后就是希望后续 能持续的接收到我们这边团队的一些信息 哪怕这样的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交通 这样的见证也好 就是持续的能收到这边的信息 因为好像我是偶然的 进到一个群里收到这样的信息 后面有没有这个单独的 能在你们这样的组建的群里边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受外界的一些干扰 能够持续的收到这样的信息也没有 这是三个 好 感谢先生也特别感谢您的分享 我的问题就是这些 好的 感谢主啊 我们这样吧 我们先请你把你的联络方式发给我 我会把你拉到一个群里边来 让你以后都收到这样的一些消息 我们先请陈主任对他的第一个问题 给你回答 好 我们有教材 我们 我有四个孩子 都是生在美国 当初我们就用英语的智慧真本 那来培养我们四个孩子 然后29年前我们因着在家自学 所以我们全家一起来了台湾 好 那么以前在家的餐厅里边 一家人自学 我们成立了基金会 那就在我们的办公室 四个孩子都找到他们可以 他们有钱 钱力的一种不同领域 他们都能够很好的服侍神 而且能够成长 所以从这个我们自己的家庭 培养四个孩子 那我很感谢神 曾经我们有这样蛮很好的教材 可以使用 那我内人也非常有负担 把这些都翻译成中文 那么在台湾 因为虽然政府允许在家自学 可是还是在家自学的教会的家庭 还是需要跟整个教育体制结规 所以他们需要用的材料 还是一般学校的材料 所以真正用我们智慧真本的 在台湾不多 但是在中国有 比如说最近我们跟一个家庭在深圳 他们很快的把我们有三本的智慧真本都用了 那么我们现在印出来的有三本 有父母版 有学生版 那么另外有很多是电子版 还没有出版 还没有印出来 所以至少我们有三本 让你们先可以用起来 那我们可以 我们怎么样得到联系 如果你上我们的网站 就是培基文教基金会 培养的培 基本的培基文教基金会 我们有网络书店 这个上面都可以购买到这些智慧真本 然后张弟兄 你或许有需要的一些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在微信上 我可以跟他们连结 私下可以联络 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好 这样子可以吗 好的 感谢 我记下了 那请李传道对他的第二个问题 进行回应 好的 这个现在就是 你刚才讲了一个牧者的孩子 我们在讲 在中国其实很多牧者的孩子都有问题 这个要警醒的 还有一个刚才 陈牧师 陈主任 讲的孩子在家教育的问题 因为我的孩子之前也在在家教育 然后我自己也办过主内的学堂 我办的主内学堂 更多是一些在主内学堂出了问题的孩子 更多是出了问题的孩子 很多是在家教育出了问题的孩子 记住这个话 很多在家教育出了问题的孩子 在家教育其实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特别在中国 这个有时候呢 就为什么 因为呢回到他根本 为什么选择在家教育这个根本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对一些社会的教育啊 产生一些疑问了 才选择了一个在家教育 这个这种方式 当你选择在家教育的这个方式的时候 我们要牺牲很多很多东西 大量的社会资源我们用不上 还有我们这个投入的这个一些资源呢 又跟不上 所以呢在家教育 特别在中国 那常主任你讲的在国外 在台湾 在美国 没问题的 但是在中国做家庭教育很危险 非常的危险 因为受的整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不理解 然后各种资源我们用不上 对吧 比如说社会上的资源呢 那个我们的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师资 就是我们的师资是非常先法的 而且呢 你看在学校不管怎么样 他的教育 他的老师都是很多是专业的 吃饭学校毕业的 而我们很多在中国的教会的教育 很多都是没有任何的老师的资格 或者经验 然后呢 凭的是什么 凭着所谓的就信心 就是很危险的 搞教育就是专业的事情 不能单单凭信心的 这个是我们的在国内很多时候是 做教育是凭信心的 不是凭技能的 这里面是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当然还有一个像陈主任你刚才讲的 那你的太太很有负担 您也很有这个水准水平 但是我们在中国很多人是缺乏这个文化的 也缺乏这种忍耐的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这个不理解是跟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紧防在在特别在中国这个主内教育这个一定要紧防我现在反而是一种是什么呢 在中国你能上公立学校你就上公立学校对在家教育你一定要谨慎 因为我欠了太多太多这个在家教育失败的案例了 刚才陈主任你说了一个就是因为呢成功的案例非常的少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用这个成功的案例来系 呃代表很多人的意向 不是这样子的 在中国在家教育成功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 我们一定要紧防这样 我们看到那个在家教育的问题 那些孩子的问题 要是有问题的话就比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孩子更加的严重 这是现状啊 这是现状我们不要不要去美化它 我正因为我在做了这么长时间 我带了那么多这个主内有问题的孩子 我是我是很深刻的 我也是感谢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没声音 没声音 我先回应一下这个 这个立百家姐妹的 她上次就是刚才说了这个 关于就是说国内那些 中学生大学生学生出问题的 然后做心理辅导的 我听了这个勇辉兄刚才是讲 是用艺术的方式带带那些学生做这个艺术疗愈啊 我是觉得特别感动的 因为就是好像澳洲这个情况 也是这三年的封城期间 就好像很多了中学生大学生 他就被逼变成在家教育 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心理问题 那这个事我去弄了 就是感觉 真的是 我感觉好像 永奎老师他这种方式了 真的是一个出路 因为之前呢 我也去了一个 就是纽约了 郊区有一个 Spin Valley 他们是针对那些 当地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学生啊 也是做一些这种 疗愈的工作 但是他们主要是带他们在这个有机农场 去工作 或者说去老人院去工作 这种方式 但我觉得 永奎老师这个方式会更好 真的是更好 如果说利百佳你联系啊 就是国内这些学生 比如说参加这种 艺术疗愈的这种营会 或者怎么样 我是希望这个澳洲 我们会派一些这个老师啊 带学生一起来参加 真的是一个 感觉是个当务之急的 好的 我现在说话听得到吗 听得到吗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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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面对问题 首先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 你首先问题 面对问题的本身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要回避问题 一回避问题 我们就不能去解决问题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孩子为什么会有问题 更多时候就是 找不到他的人生的意义 找不到他学习的意义 这个才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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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找到你的 人生的意义 再困难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我们相信这个信主人 都很明白这个逻辑 那为什么很多牧者 特别 你看在选择 在家教育的一些弟兄姊妹 我们会发现一点 特别有追求 对不对 没有追求的话 没有说选择在家教育的 一定是很有追求 为什么很多 很有追求的人 你看他孩子就出现了问题了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选择是父母的选择 不是孩子的选择 然后很多孩子 他没有建立自己的人生意义 这个能力 很多一些意义 都是父母强加给孩子 所以孩子没有选择权 那他选择躺平 是最好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所以讲到家庭教育这个事情 我有时候真的是 也很痛心 看到一些父母 就是过于焦虑 而且这焦虑 有时候根本就 就可以不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们就 要回到我们现实当中 找到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 那刚才利百家 你在讲这个 这个组内的教育 我还是那个要谨慎 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刚才我们陈主任 刚才讲的那个 可以按照国家现行的 就是大家相通的 这个教育体系 可以在那里写 然后再以有主 有谱 有主 以那个为主 以这个为谱 这个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避免去选择一个单一的选项 比如在家教育 然后把我们 比如说把中国的一些教育 妖魔化 妖魔化 这个都不是现实的 不要说那个是魔鬼的教育 我们看到很多组内的弟兄姊妹选择教育 选择在家教育 就会把这个国家的一些教育系统妖魔化 千万不要这样子 那我们回到一个现实当中 有主有谱 然后因为 孩子在社会当中 他需要伙伴 他需要一定也有一个良性的对比 他要生活在这个土地当中 他一定要跟别的人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储备 是相通的 他的空间才能被打开 如果我们把它封闭起来 去学组内的 一个给他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温室给他去成长 其实对他的免疫功能发育都不好的 所以我们要紧防 要相对要完整一点 在组内的教育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把这个国家的教育妖魔化 过度完美 组内教育这个系统 但实际上教育是一个 持续的一个事情 不是概念化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选择在家教育 你要有很好的老师 很好的教材 也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有出路 那现在我们在组内教育 很多人是没有出路的 你看很注重英语 但是有几个人能到国外去呢 其实这个份额是非常少的 我们要紧防 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到国外去读书来 那如果不能到国外去 你学那个英语干什么呢 学那么好的英语干什么呢 学得越多孩子问题就越大 知道吗 所以一定要紧防 如果你的家庭的条件不允许 以后到国外去 你要紧防 要去学很多英语 那倒不如有时候你给他学一个技能 没有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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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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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 那刚才我讲到哪了 所以要紧防 别去技能 对 所以要紧防 要紧防 这个要谨慎一点 我们 不能太绝对去思考这个问题 更加前面一点 所以呢 我们接受了很多在家教育的孩子的一些辅导 那其实就是要找到他 重新给他建立一个人生的意义感 而且还有具体一点 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不能具体去做事 不能具体去思考 经常带着一个概念去思考 去做事 这样子就给孩子带来很多问题 他找不到他的方向 那问题就慢慢的积攒下来了 所以呢 修神怜悯 那我就讲到这里 看还有什么补充没有 还有问题 我取了很长时间手了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一个 以向街友传福音的 主内的街友施工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 那么我刚才听到 你又讲到艺术疗异这一块 那么事实上 就是我们 因为这些街友们平均受教育年龄 是小学三年级 那么很多人是不认识字的 那么我们现在 在尝试一些事情 比如说 每周在我带领的街友团契中 我都会用 就是在查经中 用叙事疗法的形式 对他们进行疗愈 那么我刚才听到 您刚才这种艺术疗愈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些街友们 也会比较适用 因为他们很多人不认识字 我不知道 咱们可以后续沟通 您能不能现在大概讲一下 另外一个 我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其实应该在这个聊天室里边的 很多弟兄姊妹 都已经意识到了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 有14亿人口的国家 那么它 而且现在有世界上 最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基督徒却很少 如果这个国家 一旦被邪恶所掌控 那么它对这个世界 甚至对全人类 产生的威胁 会远远超过现在的俄罗斯 也会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所以为着主 我觉得 你弟兄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尽量在国内 当然我也是有这种私心 为国内的弟兄姊妹考虑 尽量在国内去多宣教 那么国外的事情 可以稍微先往后放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弟兄 因为我是东南亚 我也去了很多国家 欧美我还没去过 我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服务的方向 因为我是在中国是被监控的 是国宝经常找我 所以我现在写文章 我也尽可能避免一些政治的一些诉求 也包括传福音也是比较隐秘一点 因为我之前写了很多文章 我经常一回到家 那个国宝就来找我 我去到哪个地方 那个国宝就来找我 当然来这里目前还没有收到 所以我们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方向 也在探索一些新的方向 我当然 我的一个我们夫妻一直都有一个 哪里需要我们就在哪里 哪里更需要就在哪里去 这个求神的带领 我们不定自己的行路人 不定自己的教宗 这个所以说大家也为我们祷告 我们其实或在这里或在那里 其实我们都能服侍 因为我们的服侍的面来是比较广的 通过网络也可以服侍很多人 好的谢谢 还有没有 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了 我们今天的那个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 是就是你传道讲道的那个威宁的那个地方 我们请一个主内的一个作家 他来分享在那里的一个历史 一个宣教的历史 而且就是关于这个家庭教育的事 我们在八月份有一个安排 就是请我们的有一个主内的姊妹 他是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这种儿童心理的 他在中国和美国做这个在家教育的这一块做了很多 到时候我们请他来分享的时候 我们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 那么最后我们就请那个 陈主任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张大干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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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补充一句 对不起 我想补充一句 就是我看了那个生命出版社出版的 吴卫准那个弟兄的那个自传 还有他的书信 他就1995年写到的 吴卫准老弟兄呢 他是1950年代他就已经做好了饿食的准备 做好了饥饿食的准备 然后呢也不参加三支会 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 受了无尽的折磨和摧残和毒打 到时他这个邓小平付出了以后 把他骗出了监狱 他就1995年他就写到了 这个针对江志明提出的 那个不准让18岁以下的人 进入这个学习 学习这个圣经 他就讲到了 这个中国基督政权的性质 越来越清楚了 这个政权 低基督的 而且他就讲到了这个江志明 比那个埃及的法老还有邪恶 埃及的法老他只是不准 以色列一切的难应出生 他说这个江志明 比埃及的法老还有邪恶 然后呢我就再讲一句 那个北大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的副主任徐 徐什么教授 他就讲 前几年2016年 他就讲 他就讲 这个北大心生 他是通过这个都是 公立教 国家的公立教育 三分之一的人 有这个心理疾病 空心病 这个有些人说 这个空心病 比那个抑郁症 更可怕 一百倍 谢谢 讲完了 谢谢 你刚才说的那个那个书是什么书了 谁的自传了 这个无未准啊生命生命出版社出版的 无未准 呃 那个那个一套一套要好好好几本书吧 可能上下车吧 可能有什么名字了 嗯 其实可以让这位弟兄发到聊天框里边的 就可能现在记不记得 无未准文旗 无未准文旗 无未准文旗啊 第二好几卷 呃 我现在手上的是第三卷 中国的以巴弧 无未准文旗 第三卷 你发这样的 写在聊天框里 你们把它放在聊天框里面交流吧 请陈主任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 我把我的微信的ID放在那里了哈 如果那个特别刚刚那个姐妹如果需要跟我联系 好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你 曾经拆派了 那么多卓越的宣教士来到神州大地 把福音 传递在我们整个神州的大地上 很多这些宣教士就像一粒麦子一样 埋在这个大地的土壤里 感谢主 这些麦子长出来 结实百倍 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已经蒙恩得救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 还有 还有 魏德之名 感谢主 你今天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 在你 所拆派的仆人 能够带着家人全部信主 然后走上宣教的这个旅程 如此的 你供应他们的需要 你真是一位有争有活的神 然后在整个过程中 你供应了他们需要 而且满足了很多饥渴的人 他们的需要 让他们跟很多你的百姓做连结 主啊 我们就求你 能够在整个神州大地 兴起更多如此的宣教事 主 无论在城市里 乡村里 主 在各个地方 能够被你拆派 被你使用 主啊 我们也为很多家长 面对自己儿女的教育 要培养自己的儿女 成为敬畏上帝的新的一代 因为主 我们看到 你一定在这末世的时代 要使用华人性 这一些敬畏你 爱你的下一代 需要被栽培出来 成为神国的人才 求主你给我们百般的智慧 我们如何靠着你 在你的引导中 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 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 就像当初 你拆派很多主要的宣教师 来到神州大地 今天有很多 敬畏你的新一代 要被主拆派 能够来在宣教的道路 被主使用 能够让福音 能够经过很多艰难的地方 能够传回到耶路撒冷 能够来宣讲 耶稣就是犹太人 所等候的弥赛亚 主你会用华人的信徒 来做成这样的一件美事 求主你装备我们 成全你的旨意 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工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看那个 兵的举手 我刚才没有看见 对不起 兵 张老师你好 谢谢你兄弟今天的分享 我想问你 你们现在一家 还是在中国游行吗 对 我们还在中国 对 还在中国 不是 你是在国内移植的 往前走 你没有定下一个 为什么你不定居在广州了 是吗 我在广州当时是被 有一些逼迫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 具体的一个地方服事 那么你以前开的公司 现在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就是基本是船子的船道 那么你在长沙 有没有去过那个女人国 是不是有个女人国 在长沙附近的 我不知道呢 你不知道 因为我曾去中国 不是传福音 而是法福音 账单 那么我们的 我们以前的那个 福音机构呢 现在已经化解了 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在中国服事了20年 那么 那么 组团员呢 就不断地在中国 拔福音的种子 那么我呢 有经过那个肖港 跟黄州 一直向长沙 也去到成都 一直有去过那些地方 我是无意间经过长沙 那么跟那个地方的 的酒店 问有什么景点 他就说 你可以去那个女人国 参观 那么我们就去参观了 那个女人国 它是有自己的文字 而且那种文字呢 只是女人可以学 女字 女字这个是这边湖南一个特色 嗯 这是在长沙那边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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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但我们没有去 对 没有 我们没有去 嗯 好 谢谢 好 我呢 把我的微信号 放在这个聊天框 因为有需要可以加我 哦 电话号码 是那个 谢谢 谢谢你传道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下周同一时间 希望大家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主 感恩 再见 再见 谢谢张老师 李弟兄 李弟兄辛苦了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 谢谢张老师 李老师 李老师那个手机号码这是您的那个微信号吗 对 你可以加我 对 是 微信号 手机号码 13527847879 那个 哦 哦 下面还出了一个号码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谢谢老师 那个 好的 再见 谢谢张老师 下次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安平安 谢谢 安平安 安平安 嗯 嗯